好 距离明年北京的冬奥举办已经剩下不到50天了 北京的冬季奥运热开始升温 中国大陆期待能够拉动冰雪经济 所以冬奥已经带动了北京的滑雪教室 它的学员人数一口气可以增加三成这么多 有人一个月在这种地方学滑雪 要花人民币8000块在所不息 北京冬奥所有的准备工作进入了收官阶段 我们镜头带你去看看 这次北京冬奥为了吻合全世界减碳排的潮流 所以在冬奥所有的物资 包括电脑器材设备技术桌椅八成就定位 能租就不用买 那么能够借也不要租 北京的事物要办一场绿色的冬季奥运 所以赛事的物资七成都用租来的 赛后之后就可以回收继续使用 像这个我们的桌子也是都是可以折叠的 再看我们这个鞋子板椅 这个鞋子板椅是给我们媒体朋友使用的 一字桌子统统选择折叠式 强调轻便简约 如此一来整体运送体积能降低百分之七十五 减少一半运输流量 北京这回半冬奥要求要落实绿色半奥理念 包括赛事用电脑器材等技术设备 百分之七十都是租来的 原则呢叫做能借不租能租不买 从二零一八年开始我们在物资计划这个环节呢 差不多减少了两万多件 我们采购方面和预算相比 我们节约了大概有百分之十六的这个资金量 能借不租能租不买是北京冬奥获取物资原则 连这个主物流中心从里到外物流机器人 自动推车再到厂房空间 赛后也将由业主收回实行商业化运行 我们想简约呢 就是首先是做减法 测试赛奥运会和残奥会 我们要统一考虑不能重复购买 合理确定采购方式 尽量呢不留太多的资产在赛后进行处置 目前赛事所需八成物资已经就定位 12月16号北京冬奥正式进入倒计时50天 赛区造雪工程更如火如荼进行中 其中造雪工程最为困难的是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 它是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竞赛场馆 但北京气候却不利造雪 我们要抓住天气湿度和温度允许的情况下 全力以赴 然后进行造雪工作 北京白天不够冷 降温晚寒朝短 造雪团队只能利用夜间到凌晨作业 抢馆预计要到明年1月20号左右 才能完成整个造雪工程 随着各项准备陆续完成 大陆社会对于冬奥的期待也带动了冰雪经济 有很多宣传片 然后所以看到了那个 有很多奥运舰儿们在雪上滑的会比较帅 身边的朋友有不少 这个时期开始学滑雪的 不只看比赛 自己也要学会滑雪 没办法到户外雪场 就先到滑雪模拟机上练技术 但别小看这样的课程 一个月下来也要花掉人民币几千元 我们大概一周两个人可能会来 会消耗四节课 大概一个月五千到八千块钱的消费 且大概耗时一年左右 就可以基本上掌握整个滑雪的要领 还是值得 由北京滑雪教室表示 今年入冬后 学员人数比起往年增加两到三成 而且更多学员愿意选择初学难度较高的单板 来我们这边70%的人都是在学习单板 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他们从其他的渠道发现觉得这个单板会比较炫酷一些吧 他在雪上滑行的时候会可以各种转穿啊 会更自由一些 连大陆南方城市对冰水运动也掀起一股热情 上海的黄浦江畔就打造了一个占地面积近300平的户外零食滑冰场 上海这边机会比较少嘛 要不然就要到东北才能去滑雪 这边有滑冰吗 过来尝试一下 觉得滑冰还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来玩了一下滑冰 大陆文旅部年初曾公布一份冰雪旅游行动发展计划 目标是两年内要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借着这回举办冬奥 大陆冰雪经济趁势崛起 TBBS新闻综合报道